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宗葵聊建筑 在台北车站附近的228和平公园里 有一座白色的大房子 大家时常搞不清楚 它究竟是历史博物馆 台湾历史博物馆 还是什么博物馆 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 台湾博物馆的故事 1898年,儿育元太郎就任第四任的台湾总督 后腾新平担任他的名政长官 有别于前三任总督 相对消极而且效能有限的治理手法 新上任的两位首长 加速推展了台湾现代化的进程 包括财政、产业、交通、卫生、教育、治安等 政绩卓著而且影响深远 史称儿育后腾时代 1906年,儿育后腾离任 民政长官驻臣寺 为了纪念他们的政绩 选定了清代台北的大天后宫的北侧 向民间开始募款筹建纪念馆 在设计以及兴建的阶段 由板桥的林本源家族和孤显荣 担任主要的募款委员 1913年起建 1915年将原本设于彩票局听设的 民政部资产局附属博物馆迁入新馆 作为日本发展南洋的基础研究中心及资料搜集的基地 管设建筑的设计呢 是由总督府祭师野村一郎所负责 驻守为荒木荣一 营造厂市高始祖 野村一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造家学科 就是后来的建筑科 1897年被任命为永久兵营的建筑委员 来台担任祭师也就是原本盖在中正纪念堂位置的兵营 1904年他升任为营善科的科长 在台湾留下了非常多重要的建筑物 比方说第二代的台北车站 第一代的总督官邸 以及第一代台湾银行等等 1913年完成了博物馆的设计之后呢 野村一郎就返回了日本 与他的友人合伙开设建筑师事务所 而博物馆后方新公园的原水池内 在有一些老照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座鲤鱼的喷泉 是当时建造博物馆的高始祖所赠送的礼物 博物馆建筑的风格采用的是新古典主义 为了延续大英博物馆的意象 运用了希腊神殿中俗称山墙的三角煤 以及列柱的造型 象征了博物馆扮演了知识与科学理性的角色 建筑最重要的空间意象元素 就是主导城市天际线的穹顶 它的基地条件 使它成为步出台北车站的旅客 从表丁通 也就是现在的管前路 进入市区后极可以望见的地标 作为街道底端地标的维俄圆顶 具有显著城市意象的塑造功能 圆顶下正面的山墙内 有泥塑的盾牌和勋章等装饰 以及卷草饰纹浮雕 背面的山墙则是桂贯环配上蒲奎叶的浮雕 环绕在博物馆建筑外立面 共有60根多利克式柱 这种柱式最早出现在西元前七世纪 爱琴海岛屿的神殿 最著名的运用就是在雅典的帕德嫩神殿 现在也是世界遗产 内部大厅得使用32根科林斯式柱 其中有20根是壁柱 12根是独立柱 这种柱是现存最早的案例 是在西元二年罗马的奥古斯都广场 而它大多会被运用在像是宙斯神庙 这样子男性的神庙 野村一郎以内外皆挺拔阳刚的注释 纪念这两位对于台湾实行现代化改造的同事者 并且采用象征永恒的仿石造的表面 其实呢 在它华丽的装饰内部是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馆前的大台阶也是参观时重要的合照场景 许多台湾人熟知的名人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在这边留下身影 比方说著名的画家陈陈坡 在国语学校的时期跟同学在这里合照 以及在将来非常有名的建筑家郭茂林 他在台北工业学校时期也曾经来这里参观 而这个台阶在设计上 他也兼具了合乎人体工学座椅的功能 有点像都市街道的家具 我们现在到台博馆进入正门后 首先会来到刻意压低天花板高度的玄关 作为大厅戏剧性挑高尺度 环境转换情绪酝酿的场所 但是在日本时代 一般民众的参观动线 则是先从两侧的地面层 特门进入之后换上竹带 再参观大厅 避免鞋子过度的磨损 黑白相间 中间有凤梨等台湾特色物产纹样的 拼花大理石地板 这个地板在战后 却被更换为铜色的蛇问宴地板 一楼大厅东西两侧 各有一个壁刊 里面放置出自雕塑家 星海竹太郎的作品 而玉元太郎以及后腾辛平的铜像 这两座铜像历经了战争时期 到了战后 改朝换代来到了中华民国的时代 仍然没有被丢弃 时代非常难得 但也已经不在原位 而是被视为典藏文物 放置于三楼的展示室 原本的壁刊里面 则改放置来自日本的两座 景泰兰的花瓶 大厅的上方穹顶 距离地面54公尺 采取的是间接的光源 阳光透过彩色的香蜆玻璃 向大厅的地面 投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香蜆玻璃的图案 则是来自 尔玉家及后腾两家的家文 尔玉家的是竹叶与均配团扇 后腾加的是下腾文 这两种图案组合起来 而在大厅柱子的壁灯的浮雕 也可以看到这两种家文 一楼大厅的墙壁 是以来自岐富县 赤板红跟沙大理石 作为墙壁装饰的材料 大厅的南侧 走到底端会有一座梯形的大楼梯 引导参观民众往二楼爬升 而二楼的墙壁 乍看也是石材 其实仔细看 它是用彩绘模仿 一楼的大理石的材料 减少了建台的成本 1915年8月14日 刚落成的博物馆 当天馆员在馆长 穿上龙迷的带领之下 将旧馆的馆藏 迁移到新馆内 而利用空档 馆长与馆员们 在博物馆的台阶上 留下一张开馆前的纪念的合照 合照里面呢 有矿物学家钢本耀巴郎 动物学家菊池米太郎和大岛正满 植物学家岛田迷世 昆虫学家新杜呼道雄等 反映最初自然史的典藏 及研究的取向 除此之外 从1908年的 职产局博物馆时代开始 台湾的繁俗 也就是原住民 以及土俗 也就是汉人的器物 和文化与历史 一直是博物馆展示的重点 日本领台以来 英能家举 鸟居龙藏 和森丑支柱 等人类学者 搜集研究的文献和器物 被分为石器时代 荷兰和西班牙的时代 明镇与清代来展示 这里也是日本的皇族 参访台湾时 了解这块土地 文化的参观重点 最重要的是 1923年4月24日 玉人皇太子前来参观 此外也在博览会的时候 成为展示馆 并且从1930年代开始 每年的明治节 也就是原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 都会举办博物馆周间活动 战后这座博物馆 改为台湾省博物馆 先后隶属于行政长官公署 与后来的台湾省政府 兼负办理政令宣导展览 以及书画展等任务 展览的临时看板 也以各种造型及颜色 遮蔽建筑的原貌 1998年的时候 指定为国定古迹 它终于开始被视为 是文化资产的对待 最初只有两亿的室内 作为展览的空间 日后因为空间不足 而陆续于1960和1980年代 将南侧 原本可以欣赏公园紧致的外廊 封闭作为室内的展间 1990年代由汉光建筑师事务所 将原有的屋架 木行架给拆除 改为刚购的屋架 重建之后增加了一层楼的空间 并且当时还聘请的李丰茂教授举办了道教祭祀的仪式重新安坐 也模仿在整修时发现了旧的洞杂 博物馆展示 参观和办理教育活动所需的设备 是台湾旧建筑活化的优良案例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林东奎聊建筑 我们下一次再见